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女团A PULI宣布解散了 1月28号,DSP娱乐对外正式声明 公司与成员们透过长时间的讨论深思后 最终决定解散团体 成员们各走各的路 希望大家能支持不是A PULI 而是走上新的路程的6位成员们 再次谢谢这6年来支持A PULI的粉丝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现在再去提高HUNJU IG YouTube上的造假算言吧 DSP的话应该会继续维持团体的 应该是受到了RBW收购的影响 合约还剩6个月,要被收购了 就这么赶紧先整理的感觉 前几天,妈妈母的所属公司RBW宣布收购DSP 今天将会签订合约 曾经是韩国第二大经纪公司的DSP 就这样 对于A PULI的解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JWP娱乐公开了新人女团Mix的预告照片及影片 Sorion, Genie, Heaven, Pay, Lily, Jiwoo, Jujin 哇,Sorion真的好漂亮 女团名家JWP非常期待 我是JWP初期女团粉 要无视那些一定会出现的黑粉们 不管黑粉再怎么发狂 还是会很红的 对于JWP娱乐的新人女团Mix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人生韩剧中的其中一部 很久之前的作品 Copy Prince Erogen中 Trianger对孔文强的感情是如何变化的 Trianger一开始只是把孔文强当成了弟弟 觉得他又可爱又让人心疼 所以一直很照顾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渐渐地对孔文强产生了很奇怪的感情 因为无法理解明明是一心连者的自己 为什么会对男生产生这种感情 所以也去了精神科看诊 好,那我们结拜为一兄弟吧 为了停止这种越来越危险的感情 Trianger要跟孔文强结拜为兄弟 但是因为仍然无法整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在与自己安恋的人约会的时候 就抱了他 然后想要证实自己并不是喜欢男生 决定抱一下孔文强 然后他真的这么做了 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 但是他无法欺骗自己 在抱住孔文强的那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心跳得很厉害 心脏非常危险了 彷徨了一阵子后 Trianger只能承认自己的心取向 然后Trianger开始躲避孔文强 因为对于Trianger来说 有相信自己支持自己的家人 还有自己尽全力精英的咖啡厅 都是他要考虑要顾虑的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很长的感情纠纷 但是Trianger最终还是无法隐藏那份感情 向孔文强告白了 我只会说一次 所以要听清楚 我喜欢你 我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外星人 放弃会让我很痛苦 所以我做不到 我们试试吧 就这样Trianger与孔文强 开始了困难 但是很幸福的恋爱 但是孔文强是女生的事实被发现了 拜托你说不是 孔强 孔强 我不会生气 所以说实话 嗯? 不管是什么理由你都不可以骗我的 你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说要结拜兄弟的吗? 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你的吗? 在海边我是有多痛苦 我为什么好几天没有来店里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只为你自己着想 都没有关心我有多累 对你来说 我到底算是什么? 你有想过一次 从我的嘴里说出我爱你这句话 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出那句话之前 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你绝对不知道 为了拥有你 我放弃了什么 我是有多爱你 我说就算你是男生也没关系 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我 朋友们 家人们 我说服自己说没关系的时候 我真的很痛苦 我需要一个相信我的人 不管天下的人都骂我说我什么 全哥只是没有机会而已 全哥只是还没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而已 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 他都能做得很好 能这样相信我的人 不是跟你一样 在爱一个人的时候 还在算着会不会被抛弃 但是理智终究还是无法战胜感情 他最终还是原谅了苦文强 从此开始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不得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